欢迎收看新闻大解密 我是王李宗燕 为您揭开秘心 今天节目我们镜头要带大家到香港 来探访香港的十大鬼屋 香港号称是东方之珠 但是您晓得吗 在繁华的高楼大厦背后 窄小的街道之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灵异传说 而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当地人口中的十大鬼屋 到底有哪一些 包括像是船街南固台 同济中学 圣路骑学院 以及高阶鬼屋 而最特别的是 南固台过去是香港富商的住宅 同济中学还有圣路骑学院 更是以前香港非常有名的贵族学校 高阶鬼屋以前是知名的医院 在日据时代被当作是卫安所 还有行刑场 所以之后就没有人赶住了 从此灵异传说不断 曾经有学生夜游 疑似被鬼附身 女孩子讲话声音变成了男生 连警察来了抓都抓不住他 而这个恐怖事件 还一度登上了 全香港媒体的头版头条 让全香港一轮纷纷 号称东方明珠的香港繁华购物天堂 传出在街道深处鬼影床床 最有名的就是湾仔船街 一路往上爬 右侧就是文明全港 排名第一的鬼屋南固台 曾经有一群八名学生 组成的抓鬼赶死队 深夜潜入南固台探险 没有想到一路就冲出来 又吼又叫像是发了狂 吓坏了附近居民 附近居民看到直说像是猛鬼上身 民众募集其中三名女学生突然当场变成男人的声音 大喊我要回家而且力大无穷 旁边同学吓到赶快报警 结果警察来了不但怎么抓都抓不住 还被女学生打到鼻青脸肿 最后以无线电呼叫大批警力前来支援 最后四个警察抓一个人才终于制服 女学生回婚时四肢瘫软跪倒在地上 完全不知道前一刻发生了什么事 说有鬼上身吧 她的朋友发言 年龄十多岁 都是找气机吧 他们什么节日就走去找哪些东西 这几位女学生送医后证实都没有吸毒 健康状况也都很良好 不过所谓居民说的鬼上身 最后判定是间歇性精神失常 没有想到隔年又有五名女子夜闯南固台鬼屋 才准备要走进去 就有人看见楼梯上有一个白影 似乎在向她们招手 到了个楼梯准备又跑上上面的时候 看到楼梯的针头有一个霸影 跟她们飞手脚踢心 这女孩子看到她外跑到外面去 街坊跟她报警 接连传出三名女学生撞鞋打警察 还有五名女子看见疑似的白影招手 消息立刻成为香港各大媒体的头条大新闻 电视台还特别开设特别节目 组队夜访南固台 结果还真的又有人表示当场抓鬼 吓到昏不附体 前一秒还嬉皮笑脸有说有笑 后一秒却像失心疯 之后又有人拍到鬼屋中 由女童的影子探出头来震惊香港 鬼照片和撞鬼影片立刻在网路上大肆流传 有观光客特别组团跨海到香港 深夜探访鬼屋 想要体验传说中的另一现象 万载船街55号的南固台 顿时成为香港第一鬼屋 但是根据当地的鬼屋达人表示 南固台原本是抗战时期 船街最有钱的富商 所兴建的高级豪宅 但是后来被侵略的日军给霸占 当作未安妇集中营 许多香港女子惨遭日军灵虐 残杀冤死在里头 就连屋主自己也莫名其妙猝死 就是她的死因报告里面 都是死因不明的 她是一个 有人说这个没可能被灵云卡死了 这个地方本经就是一个 所谓的污秽之地 就不干净了 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的 未安妇在这个地方冤死 冤死就是灵内自死 那这一些在这个地方死的地方 基本上他们都不是一个 就是所谓善终的状况 是这样的气态都凝聚在这里 自然而然就会造成 所谓的冤气恨气 怨气的灵结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种 所谓的灵异的磁场 鬼影床床 鬼火乱飞的 还有鬼屋正对面的 同济中学 走上老旧的台阶 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超过百年历史的 大树藤蔓 被这些藤蔓团团包围 几乎快要掩盖到墙壁上 而且墙壁上头有个大洞 里头黑妈妈的一片 尽管大白天却什么都看不到 还有阴风阵阵 传说不久前 有女子在这里上吊自杀 那个女人就是在这个地方 去想调了 有鬼灵的地方 他们说这个语言经常的灵文 经常在这个附近的出现的 同济中学过去是赫赫有名的 香港贵族名校 但是却传出校园内的表演舞台上 有两个恐怖的人影 经常出现吓坏学生 舞台里面看着两个老年家 是不是学校的见过的人 他衣服都不是哪个年代的衣服 老年家在舞台上面 很安宁的做作 做的就是什么呢 它是抽水 抽水烟 看不到同学 没有人愿意再提起 也没有人可以再走进去 现在同济中学 整个被大石墙挡住封死 再往前走传接的另一边 还有另外一所学校 叫圣路奇学院 也传出灵异事件 鬼怪灵异不断的就是学校的顶楼体育场 可以看到照片上已经整个荒废了 器材全都生锈腐蚀 就连唯一可以通往楼顶的楼梯门口 也被上了大锁 不准任何人进入 以免又有学生传出被鬼上身 墙内激烈的运动 它在最顶楼的地方 它就比较容易造成 阳性磁场的奔动 阳性磁场的奔动 它就自然产生一些危险 发生的意外灾难的机力更大 很多事情不管是阴拉到最高点 或是阳拉到最高点 物极都必还 都是不是一件好事 繁华的香港竟是鬼影床床 还有藏身在高楼大厦当中的 英国殖民时期防空洞 传说过去是英国军队的防空洞 之后碰上日军侵略 把它误认为是弹药库大肆轰炸 造成许多香港民众被炸死在里头 因此这里有许多会声会影的传说 他们晚上给人 他们很多人来看他们 但是打开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有些看到窗外面 有一个头飞来飞去 把他们看坏了 更奇怪的是在防空洞的正前方 还有一片超大型的钢梁布棚 挡在前头 似乎是想要挡住煞气 大楼不愿意回应 澄清是用来遮丑 但是仔细瞧颜色是大红色 而且传说里面暗藏了一道 由高森法师写好的符咒 要来震煞 有什么不好看呢 为什么有一个红色的 为什么不用蓝色 这话倒说它是一个符 它是英符 看不到的符 要很高画力的师傅 因为红色属火 火的力量是可以抗灵意 所以在它的入口处 出入口处树立一些红色的东西 都是有一些镇压的力量 但是这种镇压的力量 毕竟是治标不是资本 资本还是就是说 要把这个防空避难手 可能要把它拆除掉 让它能够阳光照射进来 鬼魂灵异之说 让附近民众人心惶惶 官方还特别为此做了一场法事 超度亡灵 甚至刻意在入口处 设置一座土地公庙 发动家家户户 轮流参拜照应 才稍微止住灵异传言 只是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动它 一直保留到现在 行程前方是高级精品购物大街 后方却是闹鬼防空洞的奇特景象 香港人始终不愿意提起 这些鬼怪传说 但却在民间私底下不断的流传 或许当中有些加油添醋 真实性也不得而知 也让这一颗东方明珠 增添诡异而神秘的色彩 看完刚才的报道 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难以想象 这么拥挤繁华的香港 竟然也有这么多灵异传说 就连著名的豪宅 还有贵族学校都会鬼隐闯闯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 还要告诉您更多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其实这些曾经 一次是鬼屋的地方 是很多香港电影拍摄的热门景点 您在电影里或多或少都有看过 马上回到新闻大解密 欢迎回来新闻大解密 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 还是香港的鬼屋 其实您在很多港片里头 应该都看过 只是不说您不晓得 这些是鬼屋 包括刘德华的 武艺探长雷洛传 黎明的火头福星 以及歌神张学友 跟刘德华主演的江湖 都是在这些 为您介绍过鬼屋之内拍摄的 其中雷洛传在拍摄期间 就传出在半夜 有工作人员硬是从二楼 被拖到一楼 头发遭到了鬼剃头 而且这些掉下来的头发 还堆成了人脸的形状 江湖这部片 在拍摄期间 传出了张学友本人没有动 但是拍摄人员 却莫名其妙看到他 一个人走进屋内 冲进去看 却只看到一位陌生的老人家 而且转眼之间就消失了 这些传言也引发了 港媒的真相报道 湾仔的南固台和同济中学 号称全香港排名第一的 两大鬼屋 冤魂传说始终没有停过 连附近的民众也经常传说 疑似听见凄厉的鬼叫声 但很难想象 恐怖的鬼屋之前 是港片最热门的拍摄地点之一 包括四大天王 轰动一时的卖作名片 就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 就是那个妙境台的鬼屋 鬼屋最出名 传说有点闹鬼吧 就是因为一个丢空的屋子 就静静的了 但是当你去好奇去看了 他觉得里面有反应了 雷洛探长 雷一传言闹得最凶的 就是这部电影 天网刘德华所主演的 武艺探长雷诺正 可以看到当时电影的场景 就是在鬼魂传说不断的 同济中学 他们说有五个女孩子 到了里面探险 就说这个屋子里面有火光 有点阴 他们怀疑是鬼 其中有三个女孩子 是离带无从 变了男孩子的声音 变声 走 快点走 趴下 场景就是现在已经遭到封闭的 同济中学鬼屋 就是在石墙顶端的校舍 当时被剧组改建成 雷洛大探长的拆管 香港人说的拆管 就是我们的派出所 结果戏一开拍 就传出疑似灵异事件 传说夜晚负责看守道具的首位 莫名其妙被从二楼 整个人丢到一楼的地板上 更夸张的是 首位的头发 一夜之间疑似鬼剃头 本来是在二楼 在学校的 但是她醒来的时候 是在一楼 一楼 一楼的地方 头发都被连架挂掉了 更奇怪的地方就是 她被挂落的头发 在地面变成 排列成为一个头的 头影的头发 惨遭鬼剃头头发 还变成鬼脸 真的是让所有人吓坏了 导演马上下了封口令 拍摄也草草结束 奇怪的是 传出一次撞鬼之后 雷诺传一晚造成轰动 卖座打破记录 成为当时全港台 最热门的电影 不止刘德华 黎明早期的成名作之一 过头福星 电影里面 黎明大谈恋爱 以及厨师原彪 大展烹火厨艺的地点 都是在传说灵异的 这栋香港鬼屋前拍摄 同样传出灵异的电影 还有天王刘德华与歌神张学友 合作的黑帮兄弟大戏江湖 仔细看路旁的老师专强 就是香港传说中最恐怖的 新银盘高阶鬼屋 就传出歌神张学友先遇上灵异 据说当时张学友正在拍摄一场 要走进鬼屋内的桥段 结果张学友站着没动 全场摄影师连同导演 都说亲眼看到他走进鬼屋里头 大伙吓到赶紧跟进去一看 不但找不到张学友 只看到一名老先生 问他张学友跑到哪去了 老先生也不说话 而且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大家惊觉 是不是看到了鬼 全都吓得多门而出 每个人都说拍电影拍到了鬼 可以看到大门口的门牌上 鬼屋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 事实上他的前身 是一间隔离室的精神病院 后来香港被日本人统治时期 又被拿来当作日军行刑场 导致不少香港民众葬身此地 也因此传说 里面住了很多怨气极深的冤鬼 每天要经过附近的计刑车司机就说 经常有路过的学生 撞见被日军残杀 砍断头的冤魂 在四周飘来飘去 每个人一听到高阶鬼屋 就三间其口 更夸张的是 传说高阶鬼屋的鬼会很凶猛 是因为鬼屋所在地 也是整个香港的龙脉所在 地气特别旺 所以鬼魅吸收之后特别凶猛 才使得灵异传属不断 风水的穴位是人来居住 或是我们的祖先的阴魂 来这个地方安葬的话 那当然可以得到这个地方的磁场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改成是一个 就是灵异的事件的地方聚集所在地的话 相对这个灵异的磁场 它也吸收了这一个风水的磁场 然后去造就这个灵异它本身扩大的力量 那就会变成似乎好像灵异的事件 或是灵异的力量 似乎好像是好像很凶猛很凶恶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但拍片传出灵异不但没拖垮票房 反而成为电影的免费宣传 因此没有人再出来澄清 真实性也就不得而知 倒是因此让四大天王的演绎成就增添神秘色彩 我们刚看到香港的十大鬼屋是真实版的鬼屋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在香港的游乐园里头有很多模拟的鬼屋 但这些鬼屋吓人指数破表 进去包准是惊声尖叫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大解密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我们刚看到香港的十大鬼屋 但其实香港不只有这些真实版的鬼屋 游乐场里头鬼屋恐怖程度也是破表 几乎每一个到香港玩的旅客 如果有机会逛逛他们的鬼屋 都是又爱又怕 香港举办的西洋万圣月 最有名的香港迪士尼海洋公园 还有杜沙夫人蜡像馆 都推出了特别设计家常版的鬼屋 到底香港的鬼屋有什么样的魅力 有什么样吓人的地方 尽管这些都是不能够说的商业机密 但是我们还是为您发掘了一些关键的秘诀 恐怖的嘶吼声 吓人的鬼怪一个比一个还要凶猛 还不断张牙舞爪 做事要铺向游客 这就是每年农历鬼月和夕阳万圣节 在台湾和香港最受欢迎的鬼屋 真的是很吓人 就像是要把人给吃掉一般 一个比一个还要恐怖 而且总是出其不意突然冲了出来 让自以为胆大的游客精神尖叫 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吓得一时之间 还没办法回过神来 尤其是酷爱刺激的年轻女孩 几乎每个人每一次都吓到花容失色 吓不出话了 到处都有的电动鬼机关 很奇怪的是平常鬼绝对不会跑出来 但是一有人靠近 鬼怪立刻暴冲显身 就像是老早知道你会过来一样 怎么可能这么聪明呢 其实秘密就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鬼屋看起来杂乱有张平白无奇 但事实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机关 仔细看差不多在人的脚的位置 一般都会有一个红外线的监视器 只要脚一碰到 鬼就会出来把你吓得半死 到处都有像这样的红外线侦测器 只是肉眼看不见 因为几乎都设在脚踝和膝盖之间 相当低的位置 刻意避开人正常的视线高度 所以根本看不见也就无从防备 突然从尸体冰柜冲出来两条人腿 也够让人头皮发麻的 可见不需要一定设计成鬼怪的模样 只要够可怕 没手没腿 甚至是骨头沾点血迹 弹来弹去 跳来跳去也实在可怕 重点是藏起来的地方 一定要是橱柜或抽屉或是窗户 而且得要密合良好 让外观全都看不出来 这样突然打开瞬间爆窗 惊吓程度保证百分百 不过既然是鬼屋最可怕的还是活生生的鬼 也是受过训的鬼演员 吓人的重点是绝对不能下第一个人 这样后面的人就一点都不觉得恐怖了 一群人走进来鬼屋 最好是挑后面第三或第四个人来吓唬 如果刚好又有女生 惊声尖叫一下 恐怖指数马上破表 有些客人被我们杀到在 蹲在地上不动 都靠他们的朋友把他们拉走 鬼吓人不可怕 有时候人吓人才最可怕 所以我们这鬼屋里面的设计 鬼不一定在你的前面出现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你的旁边后面也会有可能 让你有一个突然的感觉 这一点很多女生是最怕的 不只女生最怕这一招 很多害羞的男性也会吓破胆 不论哪一国的游客 屡时不爽 根据业者统计 鬼魂从左侧边跑出来 效果可以增强两倍 右侧边跑出来 效果则是增强三倍之多 左后方跑出来 效果可以增强五倍 最可怕的就是从右后方 串出来的鬼怪 惊吓程度超越一般的十倍之多 在鬼屋里面当中 当然也不能全部是真的鬼 也不能全部是假的鬼 譬如说这个鬼屋里面 这四个鬼当中 您猜出来哪一位是真的吗 其实只有这一位才是真的 就是要像这样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的感觉才可怕 可以看到每个鬼屋场景内 都会刻意安排两到三个以上的鬼 但只有一个是真人扮演的 里面还有一项诀窍 就是真人扮的鬼跟假的 在化妆和服装上不能够差太多 感觉上要每个鬼都很像 让人猜不透 有悬疑效果 这样子鬼演员突然冲出来 才能够让游客当场吓破胆 鬼屋和赌场一样也有把风人员 慢动作再看一次 可以看到其实当您走进去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入口前通风报信 包括游客的总人数 以及男女甚至中年老年 还有小朋友都会用呼叫器 通知给在后端准备的工作人员 让败鬼的人和负责启动鬼机关的人 都能够心里有个底 才好掌握吓人的最佳时机 以及吓人的力道 要将鬼屋内的恐怖学音气氛 冲高到最高点 有聪明的鬼演员和鬼机关的完美组合 还得搭配特殊的声光效果 才能够发挥吓人的最大功用 声音是鬼屋无形的生命 环境内一定要够嘈杂 最好什么声音都有 这样游客只要一进来听到 专注力跑走 心里面就会开始乱 以至于没有办法思考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鬼叫声音 不管有没有看到鬼 都会吓到不行 鬼屋里面要吓人不是只有样子而已 声音也很重要 而且越是嘈杂 越是大声 越是出其不意 就越恐怖 鬼屋最重要就是声音 这个环境要吵 吵的时候客人心里面就会慌 如果他慌 你在这个时候再好他一下 他就会被吓到 声音越是尖锐 鬼叫声越是凄厉 越吓人 另外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能够盖住鬼演员 在里头移动的脚步声 掩护鬼怪 找寻吓人的最佳时机和角度 这样才能更加出其不意 让鬼的突然现身 变得更加恐怖 鬼屋内的光线是影响游客 能不能够被吓到的视觉关键 最重要的是要够昏暗 一般来说一进来就得让人先伸手不见五指 什么都看不到 人就会先担心受怕 接下来不论什么东西冒出来 绝对会吓死人 鬼屋的环境要够暗 暗的时候就会让人心里面有一种担心的感觉 那如果他担心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有东西跑出来吓他一下 他一定就会被吓到 够黑够暗只是其一 一般在鬼屋的中段还会莫名其妙出现这种隧道 让人眼花缭乱 秘诀就是要利用最新的雷射投影闪光 搭配上几何图形的墙 最好还能够旋转 前一圈往左绕 后一圈往右绕 一圈接着一圈转 立刻就能让人有如置身时光隧道一般 保证走没两步 就会让您偷昏眼花 这时在出口处一定有鬼在等着您 就是要趁着您连脚都站不稳的时候 跑出来吓你 一看到这张脸相信再胆大的人也会害怕 但人的脸要怎么样才会变成鬼脸 还要比真的鬼更可怕 其实这也是有技巧的 最专业的鬼脸化妆术现在大公开 不用很深 有些骨的维色做一些阴影 箱口的中间比较深细一点 所以要先用黑色 再做这个箱口的效果 异状的血 多一点就让它自己溜下来 可怕一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最后一项秘密就是鬼屋的路线 也是成败的关键 一般来说要特别避开直线 一定要有弯 最好是一下左弯一下右弯 角度还不能够一样 这样没有规律的绕来绕去 就能让人瞬间失去方向感 没有方向感的时候 人的心情是最紧张的 这时突然有鬼窜出来 那真的是晴天霹雳 最好有不同的弯 左弯右弯 让人失去方向感 那一失去方向感的时候 就会乱 那个时候就是最可怕的 说穿了不值钱 但这些可是包括香港迪士尼 海洋公园在内 各大专业游乐场 不能说的商业机密 目的当然不是要吓你吓得半死 而是要让您吓到永生难忘 出了鬼屋之后 还会回味再三 午夜梦回 害怕到睡不着觉 就会想下次有机会再来挑战 甘心为了这恐怖鬼屋 以而在再而三地掏出钱来 香港的鬼屋真的是够吓人的 我们休息一下 镜头要转回台湾 在台湾谁最会讲鬼故事 您或许马上就会联想到司马中原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发生在司马中原 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 马上回到新闻大节目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如果问您 您觉得全台湾谁最会说鬼故事 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就是作家司马中原 司马中原15岁从军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统的学校教育 后来随着国民政府来台 靠着自学练就一手好文笔 担任军中的新闻官 跟段彩华 竹席宁 号称是军中三剑客 退役之后 他在台湾的广播电视节目里头 讲鬼故事 真的是快智人口 不过或许您不晓得 发生他自己身上最悬的故事 就是关于他前世的记忆 民国22年司马中原 在中国大陆江苏省淮英县出生 当地的商土制里头 就记载这么一段故事 他一出生就能够说话 而且他对家人说 他原本是一名同养媳 因为犯错就被婆婆责骂 结果上吊今生 当时家族不相信 还派人去查访 才发现真有其事 他带着前世的记忆出生 也成了轰动一时的商业传奇 会附到别人的身上 比如说鬼附身 那我小时候见到鬼附身 太多次数了 最让我是难以挽怀的 就是我小时候一个同学 他从来没到过山东身 不会讲山东话 结果一个山东的鬼附在他的身上 用中年人的鲁兰的土话 说他怎么样被冤死了 埋在哪里 结果照鬼说的 到那儿就把人挖起来了 那是您亲眼看的 亲眼所读 作家司马忠元 几十年来说过无数个 快智人口的鬼故事 而他自己也亲身经历 一段玄奇的故事 就是轮回转世的冥界体验 他说他的前世 原本是一名自杀亲生的女子 因为在地府 没有喝下丧失记忆的孟婆汤 因此对前世身亡之后 灵魂进到地府的画面 仍然历历在目 因为我没有喝迷魂汤 所以记得前一次 我记得是两个穿青衣服的人 牵着我 看到到处都是火 到处都是火 火大的地方 我就躲开一点 火小的地方 我也不愿意下去 结果到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那个火的地方 那两个人把我一推 就刮刮最地 没有喝下孟婆汤 就投胎转世 于是司马中原 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人世 结果他一出生 就能够出口成章 让家族亲人 个个惊恶不已 我家里人说 你第一句话是 啊 我的手怎么那么小啊 我本来是成年人死掉的嘛 后来变成婴儿啊 就看自己的手 怎么那么小啊 过三招的时候把我抱出来了 我就说福 因为挂了一个福 我认识那个字 我说福 有福啊 结果我的伯父就说 妖怪要杀掉啊 我就不敢讲话了 竟然有出生的婴儿一落地就开口讲话 让在场的亲友吓了一大跳 不过接下来 司马中原说出自己前世的身份 让亲友们更加难以窒息 人家什么名字啊 我说我叫王三杰 人家就把我抱到这个桌子上啊 就问了王三杰从哪里来 我就原原本本的 给他说一殿秦广王 二殿楚江王 什么东西 一直到石殿转能王 就把石殿原罗建造的那个地狱的景况 都讲给他听 我对收生婆啦 我亲养听到我讲故事的表姐啦 他们都记得啦 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 居然一出生 就说自己是别人 还对地府的景象侃侃而谈 这样的转折 让司马中原的父亲 根本无法接受 于是他派人 前往儿子说的王家查访 结果发现确实真有其事 这整个经过 在当时惊动乡里 成为流传一时的乡野传奇 我的父亲是成诸派的学者 就是成子诸子的那学者 认为欢呼祈堂啊 就派人骑了一批 我们家我长大的时候 还没有死的螺子 就去那个叫什么 盐河 就是运盐的那个河的沿岸呢 我说的地方去找那个王家 去找我的那个扑家 结果说 有一个女孩是童养熙 因为 那个看那个猪啊 没有把门关好 那个发大水的时候 猪冲到河里边淹死掉 被婆婆直冒 就上吊死掉了 刚死掉不久了 然后就投胎成男生 到我家里出现了 家伙上有记载的 限制上也有记载 带着前世记忆出世 司马中原说 他的体质因此异于常人 尤其对阴间好兄弟特别有感应 当他青少年时期加入军队 投入国共内战 每一次有朋友在梦境中出现 就是一次生离死别 有的时候在战场上 我就知道某人要走了 某人要走了 就是西年战友进沉沙的那种感受 很悲痛 梦到他们来道别 那我就知道 在另外一个战场上 他们走掉了 就是 出途都很玄奇的 在印度教当中 轮回转世是生命的必经过程 汉传佛教也相信生命消逝 死去的只是肉身 灵魂会在另一个时空重新投胎 继续接受生老病死的磨难 直到修成正果 得到出世才会停滞 藏传佛教甚至会寻找 活佛转世的灵童 认证确定灵童的前世身份 继续教育他成为宗教领袖 出生在彰化鹿港的 华泛大学博士黄英杰 就是第一位以汉人身份 通过认证的转世活佛 虽然他的前世 在青海的八脉寺原籍 和台湾相隔千万里 不过他从小就对藏传佛教 执意钻研 加上一连串巧合 让他不断和八脉寺产生联系 最后通过法王和护法认证 成为第三世的八脉亲者忍破切 因为我的前一世 其实1945年的时候 就已经原籍了 我的上一世八脉寺的千泽仁破切呢 他在原籍之前 他有做了一个预言 他预言说他将来一个人 会化身做25个人 来利益终生 那么这25个人里面 其中有一个特别会转世做汉人 那但是因为我的寺院本身很偏僻 离最近的 他在青海省的南部 离最近的西宁的飞机场 有1000公里 那所以以前交通也不变 那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到外面来找 所以我的寺院有三个活佛 那么其中一个四组 就是最大的活佛 陆坤三人的钱 他就第一次到了香港 然后到了台湾 那我们在台湾就结了法员 那么见了面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 后来我到了印度 到了尼泊尔 到了马来西亚 到了新加坡 都走到哪里都跟他不起而遇 然后每一次呢 我都跟他请求 我自己上一世 所写的一套的教法 到了2004年的时候 他才正式写了一封信 给我们这个教派的领袖 直共法王 那么他告诉他说 他认为说 我就是他的上师的转世 法王同时他也有 这个所谓的梦境 那么后来呢 又请示了护法 这个教派的护法 那么经过多方面的确认之后 那么法王才写了这个认证信 确认我就是上一世的 巴满千泽人不切的 其中的一个转世化身 电影片段当中 藏传佛教确认转世灵童 经常会用前世活佛的随身物品或法器 混合其他人的物品来考验灵童 再加上其他法王高僧的观察评估 以致同意后选的灵童 对佛法的悟性及举止 都符合前世的特征 才会得到认证 制度化的寻找转世活佛 让藏传佛教更添几分神秘色彩 这个你觉得是很儿戏 但它有辨认的方法 第一个是看遗物 就比如说达赖或者班禅喇嘛 生前用的东西 跟一些不相干的放在一起 看它是什么挑得出来 另外这种灵童都有高度的智慧 因为它这些前世累积的 甚至读幼稚园阶段 可以讲解佛经的 这个无法作弊的 还有到它生前住过的地方 对某些这种用具也很熟悉 除了东方有转世投胎的传说 其实在讲究科学的欧美 也有不少轮回转世的故事 对于轮回的认知 欧美不如亚洲这么普遍 不过仍然不乏西方历史名人 认为自己带有前世的记忆 为此生的成就提供了不少帮助 轮回个案里面最有名是一些 像这个巴顿将军 二战的时候 美国第三军的人号 他死得很离奇 他以前是一个罗马的将军 所以他很喜欢读罗马的战争历史 他还到迦太基那个古城 在今天图尼西亚 在那边甚至半柜道 好像朝圣一样 那他就认为是古代某个将军 投胎转世 那么投胎转世最多是哲学家 他们认为说一直反复轮回 所以才累积了那么高的智慧 虽然藏传佛教笃性转世 不过却认为人不该留下前世记忆 否则对此生的修行反而容易成为阻碍 在汉传里面我也遇到过一些老和尚 那么他们甚至可以 记忆到南北朝的时候 那么久远以前 和藏传的上师就跟他说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因为这等于是干扰到了你的此生的某一些的状况 就好像我们这个记忆卡没有洗干净是不是 里面还有一些不该有的资料 所以透过某一些修法之后 反而帮助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记忆把它抹除掉了 因为那些记忆对你的此生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他所需要做的是如何安住在现在跟当下 你看到原来你现在的爸爸是你以前的儿子 你看到你现在的妈妈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要娶的人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身份 这个时候不是对此生的我们来说 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困扰吗 无论有没有前世记忆 佛教认为每一个灵魂都必须专注于此生 努力修行才能超脱生死 司马中原也认为人应该全力冲刺 尽情活在当下 即使走到生命尽头 也不需要有任何惧怕 一出生就要闯红尘滚滚的八卦迷魂症 有的人活到一百岁 活到人类的年纪他也没有出生了 还在迷在这个红尘里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炼到 作画而出正 微笑而中 不要怕死 睡觉如小屎 宇宙太虚是不是有生死轮回 每一段生命结束 是不是代表另一个生命正要开始 至今仍然没有科学的方法可以检测 只是不管如何追溯前世 也不管如何一测来生 把握今生的时时刻刻 才能让生命在流逝当中 闪耀永恒的光彩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带大家听鬼故事 也带大家到香港去看鬼屋 其实这些背后故事 反映出来的都是复杂的历史纵深 我们看到过去的香港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成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基地 到后来历经日本占据的多揣命运 而这些故事 这些历史也耿得文学家许多创作灵感 例如像是知名的文学家张爱玲 写的《倾城之恋》 这个城指的就是香港 我们休息一下 再看更多您所不知道的香港故事 文学家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 就是以香港为故事背景 香港在张爱玲的笔下 是个开放 创新多元 充满魅力的城市 而同时在西方殖民下 也展现了市块还有疏离的营念 如果说这个城市的巨变 给了文学家创作灵感 那么当然对市井小民来说 他们会有更多灵感 创作出许多的乡野传奇 而在今天的鬼屋故事当中 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香港独特土壤 还有历史纵深 孕育出来一篇篇精彩的传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大解密 我是王李忠燕 请您持续锁定 为您揭开密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